大家好,欢迎收看花生作席 Pina Gallery,我是Milk 大家今天看到我穿这样子 一个Crop Top 然后还有一个Pokushan necklace I cannot be anything gayer 那我先访问大家 同性恋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男人做得很小啊,拜托 那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巴黎,在黎尔和巴塞隆纳这三个城市 去同志酒吧还有夜店的经验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的各位,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巴黎的Clubbing经验 参加这种类型的派对的话 你通常要先进他的IG或他的推特 上面会有一个购票链接 你要先在上面购票 然后那次进去的票价的话是19块欧元 但是这19块欧元只是入场费 如果你要喝酒的话要另外付钱 那如果去法国他们是不是会放很多就是那种法文的音乐 因为我们都听不懂 我跟各位讲 在法国的夜店 80%以上都是英文的歌 那我那次去的时候是在礼拜四 会有太多上班族或是年龄层太高的人 有年轻有活力而且都 you know 都是好看的 欧洲人就是不会难看到哪里去 他还会有安插表演 就算你花19块欧元只是来看他们表演 我也觉得非常值得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了 在里面的一些小故事 就是我在里面遇到了 RuPaul's Drag Race UK Version的Season 4参赛者 他的名字叫 BABY 没有人放小孩在一旁 当然 BABY在建筑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眼熟 我刚才对到眼了好几次 我就想说这个一定不是那种随便的 Local Drag Queen 一定是那种有名的 那时候就很好奇叫我朋友去问 结果我问回来就发现是BABY 那真的是我真的崩溃 你知道吗 把他冲去跟他说嗨 你非常棒 谢谢我太棒了 我太爱你了 我太爱你了 很高兴认识你 我真的想大家会选择我 我才会太开心了 我只是想是你是你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我的天 喔對,我忘記了,有一個小東西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覺得看的超有趣的 每個夜店一定會有一個讓你放包包積防外套的地方 那Body Purple Party,你知道我在他積防包包的這個地方看到什麼poster嗎? poppers,在台灣是違法的東西 那poppers呢通常是會有人信教的時候拿來吸吸吸吸的東西 對,他算是助性藥物 我們覺得,喔,蠻驚訝的 我不會誤會,這是我的全世界最好的酒店的經驗 我非常推薦這個給所有人,想來去巴黎 有人說,英文說,你很美,我沒看過你的眼睛 對,對 好,說這給我嗎? 對,給你,不是給我 你怎麼說,你的藥物是在法國語 呃,Demannique Demannique Demannique 那我在巴塞去的那個夜店呢叫做Safari 那進去Safari的門票錢呢是19塊歐元 對,沒錯19塊歐元 但是你會有兩張酒券 這不是很棒,是不是覺得花賺很多 而且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巴塞隆那就是要幫你拍手 禮拜五晚上呢,節日會從圓滿營業時間開到凌晨3點 禮拜六呢,就是24小時都有節日可以做 所以你不用擔心自己沒有錢坐Uber回去你的主廚 我真的覺得非常善解人意的政策耶,超厲害的 就是我現在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了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區域是讓你放外套跟放寶寶的 然後我在排隊的時候就到處這樣子看 我前面就有一個超級大帥哥 金髮閉眼很帥 然後身材也練得非常好 身高大概180出頭吧 他就這樣轉過來看我 然後上下掃睡一下 我就想說是不是要做一些什麼judgmental的事情 結果沒有 他做過來跟我講說 You got a nice body and you got a face of a super bottle 我是不是心裡樂開花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Thank you so much You are a model 他後來就回去跟我講說 I am indeed I walked on Barcelona Fashion Week 我想說 巴塞隆納時尚州的model跟我講說 I look like a supermodel 美好的夜晚就是從這邊開啟 巴塞隆納其實是一個亞洲人非常多的城市 我在裡面遇到了好幾個從中國來的辣姐姐辣妹妹 有一個四川的姐姐就是一直拉著我說我很漂亮 希望你會看到這影片 大家請給我認清好嗎 那大家就想說西班牙也就是這麼開放的國家一定會有一些很厲害的東西吧 沒錯 你進廁所的時候他一樣有分小便楼跟馬桶區域 但是馬桶區域的門是不會給你上鎖的 他根本就沒有鎖 我就看到至少四五扇門推開至少都是兩個人或三個人以上的 那想當然而兩個人擠在廁所裡面是會有什麼樣的好事發生的 肯定就不是暢談人生啊 小聊天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裡面一定會就是多人挑戰之類的 那除了Safari呢我覺得他在當地人的心目中有點像是台北的G-Star 裡面放的音樂會比較主流然後也會有一點點抖音歌那可能有人會問了 蛤這是我這種高貴的機怎麼可以聽主流的音樂怎麼可以聽抖音歌呢 Shut the fuck up bitch 你去Abrazo的時候你聽什麼音樂 還不是有酒令的音樂 舞娘你會聽吧 還有王欣寧在愛你 結尾的時候還有一個五月天的歌當首尾你在跟我講說太主流 重新練就是cheap OK我們就是要追主流性 我們就是最自由的音樂 要不然你去直男夜店就好了啊奇怪 這就是同志夜店的一個生態啊 那里爾的同志酒吧呢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偏Abrazo的感覺吧就是早上可能是咖啡廳或者是餐酒館 然後晚上的時候這邊有同志酒吧可以跳舞的地方 但是場地肯定比Abrazo好大好幾倍 這裡我可以跟大家確定 大家不要來大家不要來 年輕不要留白 他醉了他醉了他醉了 我是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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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Peanut Gallery 那在這邊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但是我在這邊經歷了一次蠻不開心的性騷擾經驗 我穿的是Crop Top沒錯 然後我會露腰 然後褲子會穿比較緊 所以屁股看起來比較長 那當然是我自己穿的開心嘛 但是並不代表你手可以伸過來摸我的屁股 或是直接摟我的腰 你到底是誰啊 那如果鏡頭前面有人被這樣騷擾過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那我也祝福各位 每次去Clubbing的時候都可以遇到很好的人 然後也不會 將心再重蹈覆徹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Please don't hesitate 在下面留言問我OK 如果你晚上出去想要夜生活 你自己一個就是人生地不熟的小白 在Google上面打說 Barcelona Gay Club Paris Gay Club 出現的那一些Google評論 看起來很多四星五星以上的 你拿去給當地人看 他們會說 你為什麼要去這種lococo去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很多年輕人 或是跟你同年齡層好玩的一些人的話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開交易軟體 找一些人跟你一起出去 那他們就會帶你到十下最流行的Gay Bar 或是Gay Party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Pina Gallery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